分享我们家的午餐食谱 有红烧带鱼 醋牛辣椒皮 这一份是给媳妇准备的减脂餐 带鱼老板帮忙处理了一下 不过肚子里面还有黑膜和天骨血 要给它弄干净 这个是最新的 清洗一下 剁成小段 放上拍脆的葱姜 捏出的葱姜汁 加上盐提前给它入个味 拌匀腌制10分钟 腌好了之后再冲一下 然后把表面的水分擦干净 锅烧热到油润锅 带鱼是很容易粘锅的 一定要把锅润透 煎鱼的时候油温要高 油温冒清烟的时候 放入带鱼 高油温可以迅速的 让鱼皮进行变硬 这样煎的时候就不容易碎了 煎鱼的时候保持大火 全部下锅之后 给它煎一会 再轻轻的晃动 一面煎好 翻一面来煎 两面煎到微焦定情 就先盛出备用 我们把锅洗干净 再次倒油 先点草香葱姜蒜 再下入干辣椒和花椒 一起烧香 然后带鱼回锅 沿着锅边淋上黄酒和生抽 借助锅边的高温 呛出香味 再加上清水 调味因为鱼是腌制过的 盐就放一点点就可以了 白糖提鲜 白胡椒粉 烧鱼不能少到陈醋 最后放点老抽上个色 烧开 转成小火 盖上盖 炖上6分钟 时间到了切盖 然后我们开大火收汁 收汁的过程 剪出里面的葱姜 一直把汤汁 收成这样的状态 就可以出锅了 家常红烧带鱼 没有太多的调料 吃的就是一个带鱼本身的鲜香 辣椒去掉辣椒芯 用手撕成大片 再来提前调个碗汁 放上生抽 给生抽多一点的陈醋 白糖 少许的玉米淀粉 清水 再来点蚝油 盐就不用放了 给它稀释拌匀 锅中不用倒油 我们先把辣椒的水分炒干 水分炒干之后 再加上油来炒 把辣椒炒得微微发粘 加上蒜子一起炒香 辣椒完全炒软 再泥上吃好的碗汁 稍微炒一下 让汁水和辣椒充分的融合 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菜呢 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也非常好吃 最后把媳妇的减脂餐煮一下 就可以开饭了 准备了春笋 胡萝卜和西兰花 都给它切好 水开 放入切好的蔬菜 大火煮上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是昨天剩的牛肉 冷藏室拉出来的 给它切成薄片 这样维生素有了 蛋白质有了 还有一个窝窝头 补充碳水 一份简单的减脂餐就做好了 撒上一点黑胡椒海盐 再准备一个油醋汁 好了 咱们家开饭了 这牛肉煮的正好吃 这牛肉煮的正好吃 还有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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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这样浇 你也挺适合减肥的 你吃下菜不好吃啊 你要吃我这个谁煮的啊 这个不知道好吃很好吃 好甜啊 好甜啊 应该一口辣肯定是多吃的 肉肉肉 今天跟我吃吃的有点不饮 我剪了一下你就觉得多好吃 我要是现在吃的 我最想吃的肯定是小龙虾 嗯我也想吃啊 我赶紧吃下来 下天吃小龙虾 小龙虾嘛就出来 好甜啊 等着我啊 我妈拿下来看便宜了 我就远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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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味道 那你倒准备吃 到门外吃 嗯 按你自己煮牛肉还有多少 牛肉吃烧香了 对对啊 嗯 还能吃这么多 多一口 好 牛肉给你摆摆了 我吃不饿不饿不饿 有点抽烧吗 没事 没事 他就剥你了什么都没吃 要是你要吃这个下酥的 我说菜就简单了 知道了吧 好 搞一个味道重的我吃 然后你跟妈妈 要吃这个 两个菜 简简单的 你一天给他吃行 他吃两天就不行 对不对 你先试试给你吃 你吃啊 三天可以啊 好 尝一吃 多一点 这一点也能够 可这也能够好吃 还行吗 对 好 好 supervisor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